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眉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兒 很久沒見 又來到醫護同行 不是我很久沒見大家 是我見到周家歡醫生 很久沒見 Hello 大家好 還有今天帶來主席 大家好 我是Martin 黃彥華 黃彥華 其實是說什麼呢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 榮耀會長就是周家歡醫生 主席就是黃彥華 為什麼會有這一集 就是周醫生 突然間又發了個帖文 給我 我要發帖文 來講 但是很懷念是什麼 你們如果記得 四五年前 差不多 因為還未有COVID之前 你想想想 2019年前 那時候 我有一些 使命感 希望幫助 移植協會 做一些宣傳 那時候 馮醫生 周醫生 我大約三四個月 跟他做一次節目 但是 接著我就解釋 叫他去申請一些基金部 不如做多一點點 港台的一些基金去做一些節目 接著之後 他們就沉寂了一段 接著我就跟Hailey說 很辛苦 應該他們自己做 還有他們多嚴謹 寫稿 我想也要累一段 所以隔了四五年 今天很高興 周醫生 經歷了這麼多年 做了兩次 C.I.B.C. 再回來 再做開咪講 有什麼感覺 開咪講 你們接受訪問 容易很多 自己做的節目 真的沒得比 其實做C.I.B.C.我做了兩次 每次十三集 都挺有趣的 但你們很聰明 請了很多名人 都很幫忙 是的 可能這個題目 喜倌捐贈 這個題目 的確是很多人 都贊同和支持 所以找一些嘉賓 來做客席的主持 或者接受訪問 或者病人 甚至捐贈家庭 很多人都願意來幫忙 在名人方面 你去找愛的時候 是否困難 不困難 我覺得基本上 不是說醫護的名人 例如梁志雄 范太太 這些名人 也有很多藝人 明星 歌星 都願意幫我們做 事實上 器官捐贈的需求 我相信都深入民心 這個世界有很多有心人 這個世界 那你做了兩輯 那兩輯的時候 你用了多少時間 13集 你要寫稿 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因為這些稿都是我寫的 知道 還有要跟各個單位聯繫 各個嘉賓聯繫 每個人說的 想說什麼 也跟他們溝通 我們沒有你們那麼厲害 你們做習慣主持 做習慣師 我們不是 我們是學初歌 就要寫稿 就要嚴謹一點 嚴謹一點 還有不同的人相處 譬如說 我跟馮醫生一起做主持 我跟車宋媒做主持 很明顯就很不同 要求又很不同 你的反應又不同 所以在這兩個過程中 雖然真的很辛苦 不過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就要探討一下 因為做了兩集 但是 移植器官 這個藍木或做宣傳 是不可以停的 沒錯 Hailey有沒有聽過 移植運動協會 今天就有聽過 真的嗎 是出奇的 我沒有想過 譬如移植器官 可能大家都會有個想法 就是要排排很久 或者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 但原來在移植器官的同時 又可以有一個運動協會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對 也覺得挺有意義的 因為今年剛剛是奧運會 我們現在做訪問的時候 是橙澳做的 我們香港人也有很多獎牌 其實很厲害 你有沒有看他們打球 我沒有看 不過我看新聞 真的厲害 我覺得有件事很值得去認識 我想他會連應我們 對 你沒有想過這麼快 可能有些人坐在輪椅 但要打羽毛球 其實是要追球的 但他們是一邊手控制輪椅 一邊手打球 是很快的 是 但剛才周醫生一聽說 我們不是橙 我當然知道 其實是 器官捐贈後 無論是接受者 和捐贈者 其實都是康復的 一個完整的人 沒錯 因為Hailey第一次聽 我想你嘗試 作為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我想你最好奇是問 為何會有 周醫生這回事是怎樣來的 香港儀式運動協會是怎樣來的 當初是2007年的時候 當時我是一個醫學上的專業組織 叫做香港儀式學會 當時我是當主席 當時我的想法是 香港要推動器官捐贈 是一些很不容易的事 尤其是我們沒有專業的人做 我們全部都要上班 要上班 要看病人 所以想一些方法 能夠長期地 可以有方法去曝光 我們以前 譬如找明星去講一講 也好 都是眨眼就過了 香港人實在是太過善亡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去參加這個世界移植運動會 這個運動會 起源於歐洲 但我們參加第16屆 每兩年一屆 我們希望將移植運動員 即移植運動員 帶去參加比賽之後 如果獲得獎回來 我們每兩年就可以講一次 所以想延續下去 對 有一個題目可以長期講下去 所以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第一次去泰國曼谷參加比賽 當時我帶了21個病人去 回來之後 我也很開心 因為大開眼界 原來想不到我們的病人 可以走到這麼遠 去參加比賽 還有見到這麼多人 我們回來之後 他們很開心 希望能夠將這個 這樣的習慣去推出去 還有更多人做運動 所以成立了這個 移植運動協會 你第一屆那時候 距離現在是多遠 2007年16年 16年 什麼問題 16年 16年那時候 40 30 這個也是年輕的時候 現在都年輕 所以你現在年輕 那時候更年輕 究竟你有沒有去參與做運動 剛才是這樣的 我們有沒有做運動 我有的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已經是運動員 那時候是田徑為主 跳高跳遠 亂跑長跑 唯一我不做的 就是不會游泳 但是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Sport Cap 所以我什麼球都要打 所有球都會打 我最擅長的是Hockey和Walletball Kloss也有打 Sport也有打 很厲害 但是一上班 你知道做醫生很忙 這樣就可以沒有了 到我們現在 差不多退休 到退休 就主要是冰金球和羽毛球 這類的玩法 所以你都很熱愛這個運動 其實剛才聽說 做這個協會的原因 或者做這個運動會的原因 其實都是不外乎 想多些人關注 就是器官移植 因為你靠明星效應都很短暫 如果你每兩年一次 就每兩年一次提醒別人 原來有移植器官 你可不可以關注一下 其實是一個你熟的推廣 是的 我有個小分享想在這裡說 我在大概十年左右 我簽了支持器官捐贈的卡 當時我回到我媽媽是發脾氣 即是那些很古舊的思想 你捐贈的東西 你下一輩子就沒有了 你捐眼角膜你下一輩子就猛了 這件事 很好笑的 不是 這個說法我沒聽過 即是中國人的傳統 就是死要有全屍 你捐了什麼你下一輩子就沒有了 其實我媽媽都有宗教信仰 我就說你也信恩果 你知不知道捐贈器官是多大的功德 我說你不只是幫病人 人家整個家都是很大的影響 我媽媽聽著我說這句話 生氣了三四個月 不要跟我說話 但我沒有理會 我堅持我簽了 但你知不知道現在 不是要把卡上網登記 是的 後來登記 但我十年前有張卡戴在身上 那你現在有沒有轉上網 有 我記得我簽的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說 你怎樣簽 他說我選了什麼 我全部簽掉了 對 一個以上街市 眼角膜我是沒有簽的 因為我知道眼角膜應該有很多 工資可以取代 不夠了 因為太多病人 所以還要做宣傳 是的 正如我所說 還有媽媽覺得應該保留全屍 不應該捐贈 所以道路仍需努力 說回這個運動會 停了多少年 停了四年 我們最後一屆是一百年 二零沒有做 二二沒有做 都是因為COVID 因為COVID 這兩年主席 Martin 是 那怎樣過呢 你意思是COVID 還是剛剛完結了疫情 是COVID 那你的運動會又不能搞 那你那群會友又怎樣呢 其實在那段時間我們都很忙 沒有什麼呢 第一 第一 疫情的期間我們都要出去幫忙 將來抗疫產品 那段時間是緊張這件事的 反而就轉了做第二個 mission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一個病人組織 也是一個註冊組的慈善團體 其實我們有很多網絡和網絡 我們一直保持著 其實很多人幫我們 是不單止幫我們 去推廣捐贈器官的 他也有一些贊助 即是物資 財力 人力 義務工作 這樣去幫我們 其實還有一件事 比較緊張 當時就是說 疫情有時候就說高 有時候說低 好一點的時間 周醫生啊 我們就開始商量 未來是否真的有機會開 怎樣呢 因為就算我們不搞比賽 我們也有些行常的運動 當時也都有一些 大家都知道 康民署的場就停了 但有些私人機構 那些club 會所那些 他們其實很好的 他們知道我們這樣的情況 他可以給我們用 他都盡量借給我們 我們都盡量去召集這些會友 譬如如果是戶外的 乘機出去 即是大家有個距離的情況之下 曬太陽也好 這個是我們 當時其實都很忙的 其實在疫情中間 我們搞了兩次 叫全球億步行 是呀 有沒有行 這個是世界藥運動協會提出來 因為大家都抗疫 打得不能出去 但走路無論如何都可以 你自己家裡走也可以 你走出街 周圍沒有人的走也可以 那陣子也有很多人走山 所以他們有兩次 2017年一次 2017年一次 2021年一次 有一個叫全球十億步的挑戰賽 這個挑戰賽 我們香港就真的最厲害了 全球裡面 我們無論是人數 隊數 行步數 都是冠軍 這麼厲害 地方小小 竟然有這樣的成績 因為我們實在太多人喜歡做運動 走路對他們來說 真是一個很賞心悅目的事 我媽媽也有計數 對 她有幾步的標 有這樣的比賽 大家都會猜 我今天走多少 我今天走多少 我們第一次贏 就是每個冠軍 每次都是我們冠軍 最後21年那次 全球十個Top10裡面 八個是香港人 這麼厲害 香港人真是這麼貴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後來現在疫情已經過去了 可以弄回 Martin是否這幾年也是主席 剛剛這幾年也是我的主席 照我所知 周醫生要糾正我 通常進入這個協會 都可能是病人或者是家人 是 他們A會員全部都是移植了病人 那Martin是否方便 可能說一說 應該是接受者 沒有問題 當時發生什麼事 令你知道你有些問題 接受了什麼官 其實我本身是換神的 現在數回到二十多年前 很好 你說真的 是啊 當時其實不知道自己有病 只是因為我以前都是做中廣 做賣員 經常要走上大陸 要飛 要去看廠 那些 經常都覺得頭痛 當時當然覺得自己可能 都年輕 叫做年輕 覺得累 不夠睡 所以一旦有不舒服 就拍一顆 Panadon Panadon 然後休息一下 沒事又去搏殺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 是的 如是者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去探望他 他正在煮飯 我坐在家等開餐的時間 我發覺 好像血液在腦上 我覺得不妥了 我跟朋友說不好意思 於是我不吃飯了 回去又休息了 在香港還是內地 在香港 好一點 第二天去看醫生 醫生一糧外血壓 他就說不行 你現在這個年紀 這個血壓姐 你多長十年就爆了血管 高得很厲害 叫我馬上去抽血看看 一出來報告就說 你的腎應該壞了 那時候是多少歲 三十 剛剛三十 晴天霹靂 是壞了 不是壞緊 是壞了 是壞了 然後輾轉去醫院 醫生說 再做超性波 其他的檢查 其實你已經是屬於末期的神衰竭 那時候指數幾多 其實我進醫院的時候 是一千多 Creatorium是一千多 他年輕 他頂得住 是 是 是 正常是一百 是 那他會明確他們有多大 是 這樣 跟著 當時是不開心的 但是醫生就說 你現在只有一條路 這條路就是你要洗神 跟著就等換神 最終你都是靠要等換神 要不然你就要洗神過活 這樣 這樣 那我當時就無奈接受 那因為我其實 剛剛發病 就是確認病的時候 是我兒子一歲 我正在供樓 所以 反而那個心情就覺得 不要緊要 都要捱下去 對不對 那就很幸運我洗了五年 那就在香港 有一個大愛因人 他捐了我的血 救神給我 那就救了我 二十幾年 那你洗神那一刻 你應該是洗肚 是 是 你感覺是怎樣 當時其實沒有什麼 因為始終 即到這一刻 很多人抗拒 有跳後 有走後 那些 是很難解釋的 當真是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怎樣去克服這個 反而我很正面 我很正面的意思就是 就是 周醫生以前都問我的 他說 你那時候這麼辛苦 你還去 我那時候還跑大陸 我是 帶著 一部洗神機 帶著 藥水 去 深圳 廣州 那些過夜 即寧願北間 乾淨一點的酒店 或者它不是鋪地毯的酒店 去設置機 我也帶著洗神機 洗神水 去過歐洲二十一天 去過日本 去過泰國 即我其實當時是覺得 也不是那麼困難 即我經常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雙風感冒 吃著感冒 拿著包紙巾 我都繼續開工 我現在一樣是拿著洗神水 拿著包紙巾 我是這樣去推動自己做事 條喉在肚子裡 當雙風感冒那一塊紙巾 很積極和正義 可能很大的動力 又未供完樓 兒子休息 沒得不做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神科的醫生和姑娘 他們很體貼 很貼心 是 真的 苦勵說話 不是的 其實我不知道我是否首創 但當時我是喜歡玩水 我是游水 我跟姑娘說 我有條喉我不能下水 但我不能下水 我可不可以去釣魚 去海邊 我不跌下去也不行 有個姑娘幫我想到 就是 找些做口袋 她知道做口袋可以黏得很緊 那我就套一條喉去 即是我去海邊 我下船去釣魚 我就用做口袋 再捆捆捆緊身 其實就是 永遠都是那句 方法是比問題多 沒錯 所以可以想這些方法去解決 起碼就是 你不下水 你坐在水邊 浸一下腳 這樣來安慰自己 但我除了游水之外 其實我很多事都做得到 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我現在有些面對的病人 可能是條喉有些事 有個做口 他會因為很難接受一個做口 去不醫治 即是這個積極的想法 真的很好 用一張紙巾已經搞定了 這個想法 我沒有想過是可以輕描淡寫到這樣 即是如果大家這樣想法 就非常之好 即是還要留一條命 沒錯 沒錯 即是周醫生 有些病人 是不接受條喉的時候 你會怎樣勸導他 其實呢 這個所有事都是 美上不足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永遠有人比你 比你更慘 有人比你更幸福 這個世界一定有人 你慘的時候 一定有人幫得到你 沒有事情是過不了的 所有難關 你只要咬神牙 就會過得到的 你都可以找人幫你 還有你剛才聽到 Martin也說過 大愛恩人 你去接受這個神的時候 你腦裡邊在想什麼 我其實當時是 有得做手術那一刻 通知我做手術回醫院 中頭獎 是的 我很興奮 當時我太太和我一起回醫院 因為我老闆是外國人 我是要報告 即是和歐洲那邊報告 但是他在問我一件事 他說 你為什麼交代身後事 都交代得這麼輕鬆 這麼開心 他覺得你是 即是他會覺得 你現在是 始終會有個危險 做手術 但是我和我的同事 和老闆說 如果我回不來 就這樣 我真的在交代身後事 當然我也很有信心 就是我會出來的 但是 但是出來之後 我為第一件事 我就覺得我要盡快康復 還有我一直心裏 記掛著的是 我現在是 負責多一個生命 因為有一個大愛恩人 他送了一件事給我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曾經 這個閒談 真的 有沒有曾經想過 這個是什麼人 現在這個神 身在我的身上 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我沒有想過他是什麼人 但是我會向天上跟他講 你這樣救了我 我們現在是兩個人 一起並肩一起生活 我會好好照顧 接下來的身體 和時間 這樣 我很記得 我曾經跟一個 接受器官的病患者說 他很記得 我在神科做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唉 總之我對天感恩 祂給我神更多 我感謝老爸老母親 我這麼厲害 我說 我真的很感謝這個恩人 捐了一個器官給我 我告訴你 我對祂的感恩之情更多 我真的很明白 是怎樣去感恩一個捐贈者給你一個器官 所以來到今天 你會覺得 我要大大去提倡 和你會代表一個病人 去告訴所有人 你們不會覺得是應份 或是甚麼 亦都會打造一個很感恩很感恩的一生 所以這是功德無量 而且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概念 就是可不可以辜負別人 對 一定不可以辜負別人 他不是說背了兩個器官 背了兩個責任 他是很感恩有這個器官給自己 而且我記得當時看一套電影 尿啟智就是那套電影 世上只有爸爸好 你有份籌備的 是呀 是呀 智叔最後的運作 表達得很好 我都問 是否你給他們貼士寫的 是呀 故事我們給的 所以很感人 很感人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器官接受者 他也是帶著一個使命 我與一個離去者共同活下去 沒錯 還要開開心心 沒錯 這個非常之好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看看運動會如何去舉行 好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盧婉儀 好了 回來了 我們真的要入整體了 就是 開始 是誰說要開始 還是計算年份 是 剛剛好 答入了 2024 就是第兩年一次 那兩年 是否這樣計算 一方面也是 因為我們每兩年一次 我們和世界運動會 是卡拉卡拉這樣做 單年我們是雙年 其實我們每一次運動會 完結之後 病人都會問 周醫生 什麼時候下一次 每個人都會問 所以在COVID那段時間 其實每個人都很想 出來玩 很想很想 經常問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玩 我們都希望 一過了那個 可以讓我們 預約牆那段時間之後 我們立即 找各方去支援 例如康民處 衛生處 我們要給我們一個錄卡 我們才可以 預約牆 我們有了這個牆 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 去籌備這個活動 雖然我們 這次其實都多人參加 不過 參加的人數 比我們預期的要少 因為我們上一次一百年的時候 第四屆是六百多人參加 嘩 都少了 今年是四百多人 但他十六年前是十幾二十個 那次我們參加世界比賽 是二十多人出去 但出去比賽 你不能帶多少人 我最多紀錄都是四十多人 那你第一屆搞本土的時候 有多少人 五百多 五百多 六百多 一直上升 但今年少一點是四百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年的器官捐贈率 真的太差了 所以人少了 那些新力軍就少了 但是COVID的一段時間裡 那些舊的人 過身的人又多了 所以此消彼長之下 其實香港那個 洗腎和換腎的人數 的總數其實跌了 那有沒有研究一下 為什麼捐贈的人數會少了 這個問題就非常複雜 當然有很多內因外因 諸如此之間 一次過說不完 那我覺得 那個宣傳的教育 其實真的一直做得不夠 尤其是COVID那段時間 很多事情都真的阻止了 停了 有些病房就變成COVID病房 那些姑娘又不能去那裡 找一些 可能是COVID病房 那些人又出街又出少了 想宣傳 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去宣傳 所以是理解的 而且這個器官捐贈率低 全世界都在COVID那段時間 都是差了 那有個氣候性的問題 有個氣候性的問題 的確是同意的率 都是低了 正如像你媽媽那些 那些人的想法 可能就抱回頭 所以是差一點 年紀大 媽媽最高的時間 換肺育 一年有17個 去年只有2個 嘩 差那麼遠 少那麼多 小手有四五成 你可以想像到 那些生力軍 剛剛移植出來之後 可以參加運動會的人 一定是少了 以前參加運動會 現在又老了 可能又病了 COVID的時候 又過了一批 所以這個很需要努力 繼續做好一點 那你說你停了兩屆 現在你又重新 好忙 好忙 其實是忙些什麼 忙些什麼 忙些什麼 其實那個背後籌備 有很多東西要 要準備 本身他們報名的資料 資料 對或者錯 要很大影響 另外就是 系統入資料 沒有人手 就是你 應該是 現在是人手 暫時我們未夠錢 去做一個系統 是 然後還要體檢 是呀 體檢 你講過 是呀 體檢找到sponsor 是嗎 體檢找到一些很好的公司 不是公司 醫生作科醫生幫我們做 所以我們今年做了六十幾個體檢 其實很好 我們發掘了 不是發掘了 發掘了 發掘了十二個應該是有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安全的運動會 這班人就是隱藏了的風險高的病人 幫他 可以早點發掘出來 還有我們可以調整他參加比賽 不是讓他參加 調整他參加比賽的項目 譬如他應該想跑步 哎呀你不行 看檢不可以跑步 不如你打乒乓球 可以這樣去調整 很專業 那個專業還是醫生幫你調整 要說服他 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不說 哎呀我自己懂跑步 也不懂 那你就要教他 他要做訓練班 組織訓練班 讀音波 讓他們玩 很忙的 你的團隊協會有多少人幫你 我們整個執委有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負責這麼大型的活動 不是 我們LLC有四十多人 嚇死了 但是你說四百多人 是啊 好那我們來看看Poster 究竟是何時開始 這個不是這個Poster 這個是另一個Poster 這個是另一個Poster 這個Poster 這個Poster是在說 你有這麼多的日子 因為我們是同心壯志 我們以前做一次運動會 就是兩天 星期六星期日 我們這次因為有個 重陽節的假期 是公眾假期 我們剛才因為太多人喜歡玩不同的比賽 所以這次我們四天 四天總共九個項目 除了包括最上的那些 冰箱波羽毛球 保齡球 田徑游水之外 有法式滾球 草地滾球 還有門球 飛鏢 有九個項目 我剛才看四天 就看了頂頭那幾項 原來是這麼多項目 而這些項目 不是說你叫人參加就算了 我見到有些相片 你是教別人 要教他去參與 沒錯沒錯 我們看看訓練的相片 這是什麼 這個打門球 門球 門球是否最多人參與 對呀多的 因為他不用太大精力 而且他全部是靠技 靠食魯的 要設長的 你好像你很喜歡的 對於我來說比較輕 對於我來說比較輕 我喜歡的比較厲害 那這個呢 這個跑步 70多歲的 他上次去英國拿冠軍 那麼強 然後這個飛鏢 這個美女飛鏢 但每個項目 是否都有專人去教 差不多都是 我們盡量找到一些資源 或者找到一些專業的團體幫手 比如飛鏢 或者剛才的 法式滾球 草叠滾球 那些 波羽毛球場也有 游泳也有 會有香港的運動員去幫忙 是否有很專業的去教 我們今年就有了 嘻 嗯 透色那些 是的 透色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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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參加一些透色人士玩 因為其實換腎和洗腎 大家知道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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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油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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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专业 你每一天都有九项 是否九个五项 不是每天九项 每天分开的 每天两至三项 第一天我们是保龄球和门球 第二天是羽毛球和法管 那问题是你同一时间 还是同一天分开不同时段做的事情 同一时间 那又变了长时间 就不用那么长了 不是也是一样长时间 由早到晚 但我们就要分人手 我们可能有些人在那边 做主持这个项目 最多是星期六日 有游泳、田径、飞标、草地滚球 室外多些 现在大部份都是室内 除了法式滚球是室外 还有田径 室外去了哪里玩 室外我们几个场地 是 法式滚球在石杰尾 田径在昌军浩运动场 早已订阅 好多人订阅 所以康民处要帮忙 是的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订阅 也订不了 因为他只是给三个月内订阅 你订阅不行 我们有一些年前订阅 所以一定要开灯给我们 要不然搞不好 到时我搞不完之后没有墙 我便站在那里 这个带游泳班 那你游泳比赛 会不会是我完全不懂游泳 不会 那又不会 因为我打算你开个泳班 是教游泳 有的 但现在我们的泳班 是在教游泳 刚刚有些会员 不是用来比赛的 不是 当然我们会以兴趣为主 但当然他游得到的话 目标是可以游25米 可以游50米 你完成到50米 其实就已经可以去比赛 因为可能好像刚才飞标 我完全不懂 既然有训练班 我便参加飞标 你教我 我便参加比赛 没问题 欢迎 欢迎 那你的训练班又怎样搞法 师傅的场地 和飞标 那个时间 我们会尽量就大家 订阅好之后 我们在自己的会员群组里面 就扔一些帖子出去 就请一些会员参加 还有我们过往几年下来 或者应该十几年下来的经验 就是告诉我们 你纯粹搞训练班 他们就会冷却 那个热情会冷的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 我训练班几多个月之后 你就搞个小比赛 这样就可以维持着那团火 因为他就真的会面对着 那个掌牌去挥火 那你的训练班是一年前开始搞 还是在比赛之前的四五个月 或者半年前开始的 不定时 应该这么说 我们视乎有一些训练班 譬如说羽毛球比赫波 这些我们恒常有一班人在玩 也恒常可以有机会去租借到场地 那我们就长时间搞 那就是两年里面 你其实不停是循环都有训练班 我不是单单为两年 就是三个月后我们比赛就不是这样 有些是 譬如说田径那些就是 因为田径那些平时的人 不会走去跳高跳远 很难捕捉到场 但譬如说 发滚、草滚是全年都有做的 那我们发滚的人 还去参加很多国际比赛 除了我们训练之外 还去参加比赛 去哪里比赛 因为他们有专业 应该这样的国际的发滚会 或者好像国际单车会 那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合作就是 他们会帮忙教我们 帮我们找一些租借场地 那我们有自己教自己的比赛 我们也有参加他们的比赛 反过来 他们有时有比赛 有外队来或者各样 我们的会员又过去做义工帮手 大家是这样 很好的交流 我说回来 我见到你在发病 之后五年就接受了肾脏 之后你的生活改变 是不是多了运动 还有周医生很体贴 为什么会肯承接做这个主席 应该是2007年周医生带队 我是其中一个运动员 你玩什么 我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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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其实一换肾 我第一件事做 我就问医生 我可不可以潜水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学潜水 但以前一直都很昂貴 以前真的很昂貴 接着就做事 没有时间 辰转就没有了这件事 当我做了一只不下水的鸭子 我经常想着 我一下水 我第一时间想做什么 我就问医生可不可以潜水 医生很体贴 他说其实我们医院有个都是换肾 是潜水教练来的 我介绍给你认识 到最后我不是跟这个教练 因为他说他当时自己的工作关系 他都没有教到潜水 但他给了很多advice 我其实在换肾一年之后 我已经拿到那个潜水执照 接着我就跟周医生 2007年去泰国 也都见他们做得很辛苦 因为始终他们带队 即是你跟他去了外国那里比赛 泰国 泰国比赛 我自己其实小时候 好像周医生小时候一样 我是很活跃 运动户 参加运动会 学界那些 我们是常常都 有参与的 有参与的 所以呢 我们见周医生和其他姑娘 来帮忙 他们不熟运动会运作 那变成他们就很辛苦 那我们就说不如 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自己病人都出一分力 帮忙 那回来就经周医生去建议 不如你们自己组织个会 其实当年我是创会会长来的 我是创会主席 是的 是的 因为Hailey在这里 那我又想问一下 你要解释给她 当年 你是一个人 领军 一群专业人士去跟你 因为其实 你说给Hailey 其实你带着什么 专业人士 而那群专业人士 就是 麦里潮司 护士 工作是什么 甚至乎 你不是专业人士 你都可以去 是吗 我一个医生 我带着一个姑娘 一个密理治疗师 然后有两个人拍照 还有一个有药厂的人 就做义工 帮我们去设计 设计酒店 设计机票 支援署 所有的和大会的沟通 就当然我做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麦里治疗师和姑娘 就分工 在不同的场地里 有些人就需要 帮人听 因为不是个式的 议品那么聪明 不如召集了 如果漏了 就不听不到 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沟通 因为除了比赛之外 还有Opening ceremony 有Closing 还有很多Galadina 主要是很多social的活动 这些我都要做 所以那段时间 2007年我带了一队之后 我已经成为 世界计划的协会 以后就代表香港 统领香港的活动 難怪你现在很忙 分身不下令 如果未来 你应该几年 有要再带一队去外国 应该两年一次 2023年去了澳洲 25年去德国 即是明年 明年 今年我们选择了 所以如果你说 今天运动会的人 有哪个标签的 我们就捉他 看看明年去不去德国 那你去德国 那你也要移工 要的 你做吗 要不要 要 要 要很多移工 是不是 Hailey去不去 看看我可以帮到什么 不就是刚才不是说传媒 是的 因为其实他要有人去做一个媒体 就是因为有个人捐了器官给他们 那我们宣传 我们以前 就请不起传媒 传媒都没有时间 跟我们这么久 所以我们通常 找一些摄影师 拍一些视频 回来之后 就放回给那些传媒 看我们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以在这里有些宣传呢 所以我们说 每两年做一次宣传 而且我们现在 会隔年 香港运动会 即我每年都有一个题目 可以做宣传 因为大或大或小 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譬如护士或物理治疗师去到 那是怎样去分工去做事 物理治疗师最重要的工作 和你老公 我老公很喜欢做事事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当你在场地看着他们 你知道他们都不是叫做专业运动员 虽然都有联集 但是抽筋受伤等是多的 尤其是在我们每一天比赛完之后 回到酒店 就是我们的医院时间了 因为所有人 哪个人需要做按摩 需要做针咎 那就去开档了 然后我们的医生也是开档的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有些不舒服 有些什么伤感 我们就去看 那护士很多时候就做些伤口 做伤口做dressing 那些东西 我们其实是分工的 不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东西 总之我们晚上 就好像开大档 谁去看医生 谁有什么东西 谁去做物理治疗 那就过来 那挺辛苦的 你三个人就打了那二十多个 运动员 辛苦过上班很多 那你治疗师 你每一届大约有多少个 看看多少个运动员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21个运动员 当时我一个医生 一个姑娘 一个物理治疗师 当时我都不懂得找多少人 我们最高纪录 是有三个医生 两个姑娘 三个物理治疗师 那一堆人 四十多人 都很好 全部都是做义工 是呀 很好 Haley 叫你那群人过来 你去我去 好 是呀 大约是明年几时 明年八月 八月 暑假的时候 那何时要开始去招集一些义工 我们还没急着 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去 多人去 我们要多些义工 还有这个费用 或者是要筹款 你现在这个运动协会 其实需不需要筹款 真的要 为什么你不说 你来到这里 当然是大大声 要说如何筹款 是 这是如何筹款 和你们做了什么 去叫人捐款 现在其实主要 我们都是有一些 有些机构捐款 也都按着一些项目 那我们每次都要去 去招人们 就是告诉他们 我们将来有这个project 叫人来帮忙分定 那些 三大类 一类就是专业的团体 譬如神科学会 和神藏基因会 这一类的专业团体 即是敲医生的门 敲医生的门 其实他都辛苦 譬如神藏基因会 本身都是一个NGO 他自己都要筹款 但是他就 撥钉地给我们 支持喜观捐赠 第二类就是那些药厂 尤其是初头那时候 药厂是比较 比较阔的 有些钱是可以用的 但是现在这几年 就是难了很多 第一 生意就不是那么好 第二 现在有很多药厂合并了 越来越少药厂 现在已经 所以这个是越来越少 第三类就变成是私人的 机构 私人的朋友 有人给我们认识的 他们的心口 看看他们不开的 帮多少 我想都要讲 其实搞一个个运动会 要多少钱 这次第五届 我们是预约100万度 这个项目没有不小 是呀這個項目 因為我們沒有收任何註冊費 所有病人來參加我們都歡迎 我們要獎牌、預約牆、穿衣服、薪酬 還有那些義工的居馬費、註冊處理都是錢 那你要很努力籌款,答標未? 嘩好聰明啊 你不停討人,你的手臂夠粗 那如果去德國的時候 那籌備的金牌又去到多少? 又是看多少人 因為世界營運會就要收註冊費 即是他們要包我們的住宿、食物、交通 即是裡面的交通 還有他們都要請人做那些裁判、租場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大概收我們9000元左右的港幣 一個註冊費一個人 然後你就要籌運動員的機票和住宿 通常的習慣就是我們幫他籌錢、註冊 即是那9000元我們找人去幫他付錢 病人自己出的機票 一人一半差不多 我就不想幫他做完 但他一點錢都不用出 好像英份一樣 所以就真的要看他的能力 或者他自己願意去參加這些事情 最難就是時間 因為他去外國比賽最少都過幾星期 十天左右 你要足夠的假期才行 有些人不可以走那麼遠 一般是帶多少人去出國 我最少一個就是去阿根廷 六個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太遠了 很多人都不肯去 最多的是澳洲 我們有60人去 那你今次預計呢? 不知道他們反應如何 如果我們今次香港做得好的話 多些人有興趣 或者多些人會肯去 我們不要限制 我們不是奧運 限制你幾個人 我們不限制 總之你肯來 我們都不做screening 即是說你很厲害 到什麼水準我又不是 即是說你有心去見識一下 去參加一下 我都會盡量幫你去 什麼時候你會去籌備德國這個旅程? 讓我做完這一次先 那你做完這一次就很快 你是十月了 十月了 即是十一二月又開始籌備去德國 讓我休息一下 讓你休息一下 讓你休息一個月 過了新年 過了聖誕 差不多2025年就要了 開始要談 發聲給我聽 明年真的有興趣去 因為最近都可以做義工 太好了 三個物理治療師跟過來 他罵死我 現在Depthi都開了周醫生的東西 他在鏡頭打我心一下 他立即診所要停一停 那就不用了 大家可以做多少 可以做 而且你會聽到 除了我們要出義工之外 我們還要籌錢 到時候如果要籌錢 不要客氣 對 噢 出聲 噢 在這裏搭 又告訴大家要籌錢要幫忙 除了大家要積極捐款之外 其實捐贈器官 我覺得大家都要心思熟慮想想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譬如當我生命完結的時候 而我的器官不只是幫到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意義很大 沒錯 這個就是你的強項 就是做宣傳 今集麻煩周醫生和Martin 10月 運動會結束之後 我們就知道 有多少人會去玩 去德國 我們再來做一集 好嗎 好 記得多拍影片和拍照 我們再來做一集 好 今集麻煩周醫生和Martin 謝謝你 拜拜